在中国东北部的美丽城市哈尔滨 有一所以综合医疗为基础 以肿瘤治疗、康复治疗、乳腺疾病手术治疗为特色的 现代化综合大型医院 这所医院不仅具备专业的医疗队伍和先进的医疗设备 还拥有优质的医疗服务水平和优美的治疗环境 每年接待3万4千多名患者住院治疗 患者满意率达到98%以上 尤其是近15年来 这所医院为2000多名俄罗斯患者解除病患 深受俄罗斯患者的信赖和赞扬 创建了一所国际化的医疗平台 这所医院就是黑龙江省农肯总局总医院 即黑龙江省第二肿瘤医院 黑龙江省农肯总局总医院 是一所由中国军人创办的公立医院 建院45年来 一直秉承中国军人严谨高效执行力强等精神 在医学技术领域里坚持不断探索刻苦钻研 在医疗护理方面坚持为患者持续提供安全有效精确便捷的医疗服务 医院自身拥有优秀的医疗专家团队 从事医疗专业人员达到1000多人 有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医学检验检查诊断治疗设备 还有集全国医疗顶尖的医学专家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这些都已成为患者信赖的理由 这所医院是距离俄罗斯远东地区最近的中国医疗机构 在医疗过程中 立足国内百姓面向全球大众 创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医疗平台 自2001年以来我们致力于开展对俄医疗 迄今已为2000余认次的俄罗斯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通过这些患者的体验 他们认为我们在康复治疗 肿瘤治疗 神经外科手术 甲专腺手术 乳腺外科 微闯外科手术 等医疗技术方面 已经达到中国先进水平 我们接近了一оду 癢治疗股 专营病联系 医疗铀医疗 医疗抒脅 医疗奸 声明 設上 有什么 Microsoft 在而鸡家里面的医療科并企务整理科并企务整理科并企务人 很喜欢医療科并企务整理科并企务整理科并企务 砂治体化带兴了免疫情的女性 尽量专业、重症的抦免 physicians體療傷機械肉汽 rel谷控的治療 治療iles 鼓勵接规判內部男生的距離 我想說,我又要講到 尾它的科學位 我喜歡看,這裏 never了 說明明明醫院的確保護 我非常多了 酸酸酸酸酸酸酸 我講,因為醫院的調校 有機器並起不失處 對我們的患者 在口臺的ガ spots 咖啡 Airline患yd 这位患者是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的软件工程师 在确诊患有腰椎疾索瘤后 辗转得知黑龙江省农肯总医院能够治疗 便从家乡哈萨克斯坦一路转机 途经乌鲁木齐广州 最终到达哈尔滨 求医之路近万公里 基本横跨亚洲大陆板块 绕行大半个中国 在农肯总医院软件工程师 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和妥善的治疗 病情得到良好的控制 出院前软件工程师对我们说 来农肯总医院治病 是我做出最有勇气的事情 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在这里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医疗 和我新生命的希望 为了让更多的外籍患者 了解这里的医疗水平 农肯总医院与黑龙江省 万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和俄罗斯的威勒纳尔公司 强强联手 发挥各自优势 为国际化医疗平台 创出了一条畅通渠道 早诊断早治疗 是每个人必备的常识 准确诊断精心治疗 是每位医生的天职 农肯医院之所以能受到 外籍患者的赞誉 是因为该医院拥有 先进的诊断设备 和技术高超的医生团队 PIDCT在肿瘤相关疾病的诊断中 具有独特优势 所以PIDCT被公认为 肿瘤疾病影像诊断的金标语 并为临床提供非常必要的治疗意见 我院早在2003年 就开展了PIDCT检查工作 目前拥有两台PIDCT 并拥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 好的设备还需要更加专业的人员 使用才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我院PIDCT的诊断水平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我为了帮你 cashed刃 sketches 作量汇 человек 在 entered诊断碍机有的症疾病 子 被人化结课病 然后对中国驻断 生肯定了 劳莲以发生疾病 我刚到伯早晨一 дня �快点掉 我们上司网统 W Reed ウ估议 预议 跟成提供 addicted 这个人不足 有些病毒 它显得有些病毒 在那时候,这些课病,在北京的年轻的病毒 但是,在北京的课病人没有, 在北京的课程中,所以,首先,我们试图了 这些病毒,而后来,我们有没有课程 我们在这里,我已经在西方, 我们作为了解削毒, 在整个原谈的匾金 我以为了解决准备了十多天 有种程度准备了准备了 有种程度准备了 有种程度准备了 我没有感觉到决定的疾病 我没有感觉到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有效地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命 提高生存质量 维护患者尊严 实现代流生存 对于部分肿瘤 如肾脏肿瘤 乳腺肿瘤早期等 可以早期控制早期治愈 中国的患者特别多 营口也多 而且晚期患者多 所以说积累了大量的晚期肿瘤治疗的经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咱们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你比如说鼻咽癌 肝癌 还有胃癌和死管癌 这些疾病的因素 在世界上都是居第一的 我们在这方面的疾病的处理 也在世界上有很领先的地位 你比如说鼻咽癌 我们现在中国的治疗率达到74% 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技术发展方面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晚期癌症的综合治疗里头 其实在世界领先 比如说放弃性粒子植入的技术 我们能够解决了很多的 刺激性的难题 再有呢 就是中国中医历史文化悠久 有很多的药物 我们可以在肿瘤治疗过程中 去降毒 去解决这些副作用的一些改善 疗效非常显著 对方说 我做得很久了 2-3年 Fixed疗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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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为了计划业务医院的地方, 每一段時間都喝了,又出口,喝了一度,救出, 他就看了,你是放入本兒的地方 他就知道了,我當時那時候他是最好人的 在他的宣傳當時,他就知道, 他説自己直接說說, 在第一次的課程後,如果不算是涉及到 當時,我們能為了治療的回到你的面子, 正常從第一個,由於你的診療, 我們能為了治療的回復都會被譏定 我问,那我已经有80%的人了,我知道。 你会做的,我会做得到你。 他,他说,那是重刹理会很细,很细腻,你很细心。 我当时已经有杂斗了,他说,那是困难的。 他说,那是确认识,你很细心。 我一向便是这样的治疗 一向便告诉我,你会变瓶了 我甚至没有连续了 我便当时认识,他在红色上 是在红色上的细节上 我们将由红色上的红色 我若准备了一向便问 我问我,你也要在哪些招待中的治疗 我问我,你也要在哪些招待中的治疗 我还说,你几个招待中的治疗 我便说,你只能够准备 一半的治疗病 麗粒了小姐姐,我肯定闹了一遍,我肯定闹了一段时间。 如果我已经看到了一段时间,我的底部有了一朝, 我突然决定的小姐姐,我突然突然听到的跳舞, 她的眼睛 康复是针对各种疾病后 人体、运动、感觉、言语功能、吞咽功能、排便功能等障碍 进行功能改善和恢复的医疗学科 农肯总医院的康复治疗是以现代康复技术为基础 以传统康复为特色的综合治疗体系 康复科建科13年来已经为15000余名患者解除病痛 改善功能状态 其中俄罗斯籍患者500余名 我们有医生、治疗师、护士 共计110名专业人员 能够为脑外伤、脑促中、脊椎损伤、骨蚁关节损伤、小而脑瘫 需要盆底康复的患者提供优质的康复医疗服务 我们具备为超早期、重症康复患者提供临床医疗和康复治疗的能力 可以为超早期、早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的各类患者提供医疗和康复治疗 我们的技术水平在中国是领先的 这是黑龙江省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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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对,完全没有说,没有移疗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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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29日晚,我們要給了三個月,我們到了大約三個月。 我們來到了一個車子,我們已經到了一旦身軟的手指, 我們到了一個式的手指,這是一個式的手指, 這是一個式的手指,我們在一旦的手指, 我教主教育教育,有壞性的表连 请用即可编辑 也就 соп饰着我们跟你们的体验 我们拿着美精进 我们互相忽及这些 很多进展装所有的精力 我们上启评摩 病毒的是太独特 我们也冠评了 我认为这些绝对不影响 哈巴洛夫斯19岁的谢尔盖 是因为车祸造成颅脑外伤 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他的妈妈是一名护士 得知我们康复科对脑外伤术后 有良好的治疗方法 带着孩子来到哈尔滨 我是负责谢尔盖言语治疗的治疗师 经过了三个月的治疗后 孩子能张口说话了 由于我不会讲俄语 只能在言语训练中 教他说中国话 你看我 我非常好 我很喜欢你们 农肯总医院针对神经系统肿瘤 普遍使用微创显微外科技术 设计合理的手术入路 对神经组织微侵袭 脑胶质瘤 垂体瘤 脑膜瘤 听神经瘤 脊髓肿瘤 颈尖盘 腰尖盘的手术切除 其治疗方法符合国际神经外科的发展趋势 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尤其是既采用多种方法 尽可能保留神经功能前提下多切肿瘤 然后配合伽马刀放疗及分子病理指导下脑胶质瘤的个体化化疗 形成一战式综合治疗 提高疗效 伽马刀治疗炉内转移流 基本可以替代手术治疗 采用大剂量分割治疗巨大转移流 效果同样好 我们科尔的最大的优势是既能手术治疗又能做肝瘤 还可以让手术和肝瘤结合来为患者服务 我们9 октября 2010年 поставили диагноз 肝瘤和肝瘤和肝瘤和肝瘤 肝瘤和肝瘤和肝瘤 这些肝瘤和肝瘤和肝瘤 我们发布了讯息 我们找到了哪里 我们只答应了中国 在新加坡和韩国人都不离开 我们的肝瘤和肝瘤和肝瘤 我从这三十年了 手术做了大概有三千里 从这个治疗有十五年 治疗了大概有五千里患者 今天还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用3.07的核瘤精准定位 用我们最先进的头部肝瘤 给它做了一个精确治疗 让把它定罩给予了毁损 作为一个正常脑组织 是一个安全可耐受的计量 我们在这十五年里 我们在这十五年里 我们认识了大概有二百里的肝瘤 我们在这十五年里 对于治疗病者 他们就会受到医病者 和医病者的高度和医病者 我们在这十五年里 我今已经有三年了 我这十年了 我三年了 在这十五年里 我三年里 我三年里 我认为了很好的医护医学,很好的医护医学,有点好的医护医学,没有说话,真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宣布暂时年导致我们没有去生活我们没有去生活 如果有孩子的有一个患,他们没有去生活,就就说5年了,妈妈,你不要争取 他们没有在生活,他们没有来自学生活 多久了,他们不让我们的静动 他们也一直离开,他们不帮助了 因为他们很明显,我们不离开 他们也不离开,他们不离开 我们也做了这个静动 没有,我们很好 我们16日加弱,14日加弱我们已经在一起 对,已经很好的 因为静动静动,你已经在一起 但我们小时,我们的孙子是唯一 当她是第一次发生的 在海边 到八岁 她有专业 我们是第一次的孩子 而且我们是第一次发生的 我们是第一次发生的 在她身上 能够看到一名传统中国人的内敛和才气 也能看到一名外科专家的严谨和专业 我们肿瘤外科是一个 极乳腺甲乳腺头颈外科在一起的科食 科食与微疮整形美容为主要的制科理念 在乳腺方面 我们开展了早期乳腺癌的薄乳手术 前哨淋巴基活点术 乳房的皮压倾体系统甲体植入手术 聚乳缩小成型术 乳童内腺矫正术 特别是近期开展的乳房再造手术 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 在甲状腺方面 开展了甲状腺癌的联合根治术外 近期又开展了腔镜的甲状腺手术 采用双乳孕及腋下接口 在胸部和颈部没有疤痕 为那些颜值要求较高的患者 有了更好的选择 头颈方面 我们开展了头颈根治术 保留发音功能的 弹后切术术 开展了腮线癌 口腔癌的手术 我们有一个专科的 头颈外科团队 手术做得非常好 七五年来我们收拾了一群俄罗斯的患者 这种效果非常好 收拾了一群俄罗斯的患者 我说过去到中国 有这样的医院 我回来了 我来到腿医院 第二种流医院这座国际化医疗平台 胸怀博爱精神 以精湛的技术 先进的设备 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价格 舒适的环境 拯救了一个个宝贵的生命 履行了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 在15年的对俄服务医疗过程中 我们针对国外患者生活和民俗特例 不断完善服务能力 对外籍患者建立了全过程陪同服务流程 培养了精通医疗专业的翻译团队 对医院的内外环境建设加大投入 可以使俄罗斯患者 收看到免费的对俄电视节目 入住到专为外籍患者设计的病房 到这里就医的俄罗斯病人 都会享受到贵宾一样的礼遇 对对俄罗斯病人 一切都在这些关系 在这些关系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里属于将来 在这些关系里面的关系里面的关系 连出了医院的关系 也有医院的人 我相信,这些关系的关系 我相信,它说到这些关系的关系 她很快就很过筏了。 准备了两个厕所上面。 有很大的派室。 而且自身上有热锁很大。 有 carefully争论的。 这些人有同时, 是我们的争动。 这是我们的邀请开放。 我也非常感到, 所以我رب我去买音乐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供和中国患者一样的高品质的快捷周到有效的医疗服务 希望我们的服务能为广大俄罗斯患者带来福利 我们也很愿意为俄罗斯患者服务为俄罗斯的医务做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